需要加油的人要赶快去加油了 因为油价要上涨了 全球现在陷入到了酷寒 再加上油除减少 所以国际油价走升 依照中油的浮动油价工序来预估 国内的汽柴油价格 星期一可能会来调涨0.4元 调整之后的参考零售价格 95的无线汽油来到了35.3元 98无线汽油大约会是37.3元 不过实际的调幅 中央公司明天的中午才会 正式宣布